大小姐去世后 这房间的样子基本就没变过了 即便当年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 我和李贵也都把东西藏到了阁楼里 那你们家先生和太太去哪里了呢 66年他们被送到北边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三小姐已经是他们最后的部线了 我们能请到您来帮她完成最后的心愿 也算是我们做下人的 能为先生做的最后一点事 李嫂 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 我可不像我那个读法律 读得没有人机会的男朋友 我看人可准了 你和李叔都是这么好的人 从六十年代守这个房间到现在 现在是一九八七年 都二十多年了 我怎么可能不帮助你呢 你看 你和我们大小姐活着的时候 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真的和她长得那么像吗 我真的和她长得那么像吗 大小姐